看到河镜超的时候 他正在学习开插秧机 不过这个并不是他的份内工作 利用稻田东咸中芹菜 才是他真正的主业 一年的收入最高可以达到150万人民币 我们是运用的模式就是 我面积大 哪怕利用少 我也是有应利的 哪怕我赚100元 我500元就会有500元 有一年可价钱 我就可以保持后面那三年 即使是规本 我都够资金去运着 有知识 有创新思维 艺高人胆大 是大学生返乡慕农的天然优势 不过河镜超在大学是读机械的 作为农业中职的门外汉 在2014年 他进入了民众街道的高考毕业生 农业创业枯发基地 经过几年时间的探索学习 最终选定了东中芹菜 出副初期 河镜超一边从事本专业工作 一边东中芹菜 后来索性辞职全身投入 三年多时间 一共租了五六个场 现在的总面积是初期的三十倍 团队都壮大到二十多人 我们以前是做机械设计 画图 工作时间长 加上我农业的话 比较自由 收益比较快 一年多前 河镜超还被一间新开的 梳果农场拼请为技术总监 年薪十几万 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市场趋势 帮农场生产布局 引进新品种 今天他又打算引进这种 隔接台湾品种的桑果 很坏大 很坏大 小姑,想问一下你 当年做到年有衣 出年有衣 出年有衣 现在初步的计划就是 终植为主 结合文女向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